台湾花东交界23号凌晨发生瑞士规模6.6强震 鱼震破百次 而震后有渔民捕捞到俗称的地震鱼 长约两公尺的黄带鱼 花莲食射海鲜餐厅业者购回其中一部分 以烟熏手法料理后端上餐桌 让上门的顾客有机会品尝到深海罕见的鱼类 陈老板说这尾地震鱼长约两公尺左右 有多重自己也都忘了问 而是一早去重庆市场买鱼货时发现 应该是东部地区的渔民朋友捕捞的鱼货 当时自己买下其中一部分带回餐厅来料理 因为花莲出现强震 渔民朋友才有机会捕捞到最属于深海鱼种的地震鱼 今天早上先在重庆市场买的 有没有鱼货有没有 大概都国大尾买货 国大尾我忘记多重 但是至少大概两公尺长 它就胶质比较重 像果冻一样这样 上门的顾客也实在有口福 有机会品尝到罕见的地震鱼 张小姐说地震鱼的肉质吃起来有点像烘鱼 但肉更加的鲜甜 碰到地震之后 它游到前海的海域 那因为它在深海比较早会感受到波动 所以它就会移动它的位置 所以是不是我在想说 之后可能当有听到有人捕捕地震鱼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可以提高警惕一些 就是我今天也吃到地震鱼的一个收获吧 但是地震来真的令人担心受怕 尤其这一次的鱼震不断 整晚花莲人都没办法入睡 所以宁愿吃不到地震鱼 也不要有地震发生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但不过于是的 omie自 empresa 剛剛留 派山 移民生忌